大家好,上一次有跟各位介绍 丹田呼吸法里面的土纳法 第二招,第二个招式 它是这样,基于土纳法的第一个招式 我们往上吸,然后翻掌,掌心向上 吐,吐了之后再翻掌,掌心向下 然后再吸,再吐 掌心翻的时候慢慢翻 然后吸,翻掌,吐 吐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下 不能耸肩,肩膀整个关节都要放松 然后翻掌过来,吸,吐 我们基本功里面这个是往上 上下一直线来做的 那这个主要是因为你在上面都不能做到这样 整个身体僵硬,拉到整个身体都是硬邦邦的 它主要目的是训练你,班长以后 到上面,即使到上面 以你中轴腺为主,整个其他都是松的 松的,松你的身体 在上下的动作之间,松你的身体 在上一个影片里面也有提到 可以上就可以往前 那也可以往左右 上下前后左右都可以再练 这是一个整个变化的招式 那这一个的练习在应用上也是蛮多的 下面我一样请王县来举起个例子 给各位参考一下 我们霸王极顶 公自服务前的霸王极顶 这个就是往上的 手它不是平的 它是往上的 所以在这,我们碰到敌人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 往上打 啊 往上打 这就是往上 还有在鹤旋里面 也有 鹤着了以后 一样有个霸王极顶 着霸王极顶 一样 这些都是在整个这个往上的动作 那 我们在一炉埋伏里面 也有这一个踩 我们做完转过来以后 踩穿 这也是往上的动作 这本来是往上 因为敌人能比较高 我们有一个踩 穿踩 啊 这些都是在做 我们 啊 往上的动作 然后往平的动作 有这一个 公自服务前的三度小手 啊 这个假定敌人抓我们的啊 我 我如果只是用手的话 我会被牵扯 所以我用身体把它带过来 然后再把它带出去 啊 你就 维持着平衡 带过来以后 再把它带出去 啊 这三度小手 然后我们在铁线圈里面 也是有 也是有 往左右的三度小手 啊 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在这边 这边 敌人 敌人 抓住我们的时候 我们把它提过来 啊 你如果硬扯的话 会这样 我们用气把它抓过来 然后再把它推回去 啊 所以 真的小手 啊这些 啊 公自无前的是 往前面 且线前的是 往左右 啊 即使我们在十八楼按掌里面 也有 啊 然后过来以后 这也是往前的 往前的 啊 所以一个往旁边 之后 一个往前面 这些 前 后 左右 它的应用 是蛮多的 在套路里面 这些 啊 都提供出来 让各位 能够紧一反三 啊 谢谢